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大家好 我是冯光远 现在为您播报过去这个星期 也就是2月14日到2月20日的 给我报报14排行榜 首先是第一名 中州科技大学剥削外籍生 让乌干达的学生沦为黑工 教育部祭出重罚 自111年学年度开始 全面停招 里面很多教职员要失业 那失业的教职员 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 他们当然会避开 他们介绍给乌干达学生的那些地方 因为他们知道 那个是要去做黑工的地方 他们不会去的了 然后是第二名 中国官媒点名国民党 立委陈以信跟陈维州为暗毒 并表示暗毒对两岸关系的破坏力 比立民的民毒更大 那以后呢 中国绝对不要再对台湾喊话 说什么弃暗投民啊 对不对 因为弃暗投民这个时候呢 就应该是弃暗毒投民毒 就是弃国民党 去救民进党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tricky的 然后是第三名 中国作家曹宇 在台湾发行这个新书 激辣中国 因为出版社将文中的大鹿两个字 全部机械式的那个字换成中国 可是呢 这出版社又缺乏这个校定的 在这一道流程 以至于出现呢 哥伦布发现新中国 这些算是很离谱的 这个错误了 那出版社最后发现 他不但道歉了 并收回这个出版品 当然是真的很离谱了 因为告诉大家 新中国明明就是韩国发现的 接着是第四名 蓝营内部传出呢 立委傅昆奇 推荐高金树梅参选高雄市长 如果当选的话 爱情摩天伦 可能就成为市长的官邸了 接着是第五名 被中国国安单位吸收的签 立法院国会助理成为人 因为企图窃取总统病例 这些罪名 经最高法院确定 其刑期为十个月 继通奸出罪化之后呢 匪谍好像也在往 除罪化的这个方向前进 以后都没什么追了 然后是第六名 高端疫苗三期解盲达标 那霍巴拉圭紧急使用这个授权 很多唱衰高端的这个专家 世上躲避以免被采访的时候呢 请勿相互见他酿成悲剧 然后是第七名 台北市副市长 王珊珊他讽刺 蓝绿呢 不要以为在台北市 随便提一个猪头就能够当选 蒋万安表示呢 任何人都不应该受到这样子的侮辱 那柯文哲他则说 不要对号路做啦 其实呢 柯文哲这种猪头就很轻易当选了 对不对 而且两次耶 王珊珊 弟弟恭喜啊 然后是第八名 国民党这个粉专 与秦人杰呢 以孙中山宋庆龄为主角这个发文 那一堆网友呢 孙中山的这个情史在狂栓呢 可见国民党这个教育很成功了 这个年轻的小编 就只知道孙中山这个革命的次数啊 什么十次啊 十一次啊 对不对 不知道他睡过的这个小女生的人数 哎呀 对 好以上就是过去这个星期的 狗包包四十百安宝 我是风光远 我们下个星期见